杨三星鹏 觉得让大家也能够记住他 起码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永远地记住他 他是这种灾难的遇难者 就是在这种灾难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成立调查委员会 我们要求政府对这个问题有说法 我们要求你公布受灾害的 或者死亡学生的名单 我们要求公布一些基本的调查的 一些正规正式的报告出来 我们在通过这些新闻的 舆论的政治的这样的空间 把这个事情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才能够发现了 法律上的技术性的切入点 好 你政府不愿意做 我可以做吧 其实你说这个调查学生死难 树木的政府要想做的话 有什么难呢 又何必拖这个一年 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文件下来说 轻查这个没有交这个学费的学生 我相信一周你就可以查出来 整个是一个四川整 那你查那个就是开了学 开学之后有多少学生消失掉了 多少学生去其他地方了 你居然花一年你都查不出一个准数了 那么像艾薇薇谈作人这样的公民 他们站起来说我帮你查行不行 我来自己查 而且呢我这个不是为了你政府做这个事情 我是作为一个公民来实现我应该做的一些责任 如果我现在不查越往后拖可能越难查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大家有一种特别强的一个意思 就是在这么大灾难发生之后 当有人想掩盖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尽自己一点点力量 能找到多少资料 找到多少资料 来像艾薇薇经常说的 来拒绝这个遗忘 来拒绝这个烟盖 来保存好这些资料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能做的 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一些工作了 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目前做到过的 最初的时候我们是 我以为政府会提供这么一个名单 向政府去我们想要到这个名单 但是没想到 是比我们预想的是要非常的困难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官方的渠道 去取得这么一个 我是觉得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的一个真相 而且也是正是因为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让我们更加的想得到这个真相 为什么要得到这个真相 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喂 你好 那个我想找一下 艾未来先生那个 他现在不在 你是哪位啊 我是理性教育局的 我是理性教育局的 理性教育局的 你是找艾未卫是吧 艾未卫对对对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一个艺术家是吧 他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啊 做那个现代艺术 做现代艺术是吧 他做现代艺术 他提出的什么一些 什么数据的公开是什么意思啊 他想了解一下这些情况 作为一个公民 作为一个公民可以说 像我们单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能不大合理吧 这个根据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每个公民都有这个权利 对 每一个公民都有知情权 但是有一点 他说的是影响到我们正常工作了 怎么会影响正常工作呢 我们做点实事 你是理性教育局的是吧 对 不要搞理性 是无需的是吧 我们问的就是关于 没有必要 如果有时间你过来 我们没有时间陪你们玩是吧 我们不是吧 我们说句老实话 也没有那么多精力 因为我们单位重建的任务 三年要在一年之内完成 那个不是像你们搞的什么 那个文字游戏 我们非常认真的提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很关心 第一就是汤叉的校舍 我想问一下 证实一下 究竟是想干什么 有什么意图 是吧 是鉴定吗 还是想干什么吗 我就问你这些校舍 是秘密吗 我就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你又没有同情心啊 你还想着我们的双感法言吗 你还在想着小王 什么胸口 葱什么包子吗 这个跟细细公司 有什么关系啊 不要说了 当时呢 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就说到 他们有2500个专家 那个进行了鉴定 但是呢 没有发现是由于 这个洞府这个建筑质量问题 引起的这个坍塌 那么我们就提出来 希望他能够公开着 2500个专家的名字单位 那么这2500个专家 到底鉴定了哪些坍塌的学校 那么他提到 它是抽样鉴定 那么他抽筑了哪个学校 那么是这些不同的专家 他们各自的结论是什么 这些详细的报告 可不可以公开出来 我们希望能够更透明一点 今年10月份的一个展览 在德国 那么这个展览中的一个部分呢 是以四川这个地震的题材来做的 所以我是一个艺术家 实际上我觉得呢 今天的艺术形势 应该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所谓的油花而雕塑 应该跟网络 跟社会 跟这个社会的变革 能和这个社会 发生更加一些有效的关系 在没有做这个工作之前 我们了解到的地震 在网络上就是一个数字 当很多的名字堆积在那里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忘不掉这个事情 现在我的同学可能已经忘掉这件事情了 这个什么重要 这件事情重要 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我又看到底是属于问这个事情 我也问一下他 就是问一下广众 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 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我认为他是有温度 是有温度的一件事情 就这么讲的 公民调查员被打压的结果 反而激起了更多中国知识分子 对维护人民基本权益的要求 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有许多公开支持的文章 独立特派员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